大家好 今天拍一段短片和鐵路無關 就是介紹一下新買的一頂帽子 之前如果大家有看我的影片都知道 每當我換一件新的東西的時候 我都有個習慣拍下它剛剛買回來的樣貌 方便我之後用了若干年之後再做一個對比 現在右邊部分就是我現在戴的帽子 飄馬 深藍色的帽子 沒什麼特別的 很簡單的帽子 這條不屬於這帽子的線 有一條不知為什麼 顏色完全不同 後面的部分就是 這樣較大小魔術貼 就比較煩一點 因為很吵的魔術貼 我基本買回來之後都沒有搞過這個地方 然後裡面有一些標籤 我媽媽經常叫我剪掉它 但我不太想 所以就沒有剪掉 一直都照樣留在這裡 最近因為 那些帽子 你如果不清洗會 會吹著汗 所以我決定買多一頂再替換 買一頂 其實樣子有點像的 就是左邊的頂 Trums的帽子 其實之前我也有想過買這頂帽子 但當時我就是想著 已經有頂好似的 就買多一頂 好像有點無謂 但是前天 就跟媽媽吃完飯之後 跟爸爸媽媽吃完飯之後 就 經過看到它竟然還有貨 那就算了 隨便買過去 當替換一下也好 什麼都好 所以就 對了 就買了這頂新帽子 尺寸上應該是大 我現在拿走那些 卡紙等等 就60cm 戴起來有點大 但是這裡可以較大小 沒有所謂 因為我之前和十字會 參加 然後要量頭圍去訂帽子 我當時好像是54 不是56 量度出來的頭圍 所以這個戴上去有點大 可以調一下它 這個 那個 調的位置好一點 就不是魔術貼 調起來沒那麼吵 它是這樣一個扣 然後 你拉 拉 你適合的長度 然後再扣 這樣 我覺得比較好一點 不過它 沒有所謂 尺寸是3 它定義這個為3 size 看看牌子那些 我先剪掉牌子那些 那這些牌子我又存了 因為我是 挺喜歡Trump's這個牌子 因為每次我買Trump's的東西之後 我就存了那些牌子 都存了一堆 所以現在 它的產品都不錯 設計 挺露營的感覺 裡面的部分 這頂比較漂亮 它好像撞色那樣 裡面那個 內部的結構 這個 藍色 沒有那麼顯得出 這個 撞色好像比較漂亮 而且我覺得它裡面這個標籤不太漂亮 裡面再有一個Trump's的標籤 我現在拍 cioè 戴著戴著 照帶著戴著 會好像рат來 我不知道怎麼說 不過這個頂 其實我已經戴了幾年 好像沒有什麼大改變 但是我估計 如果一洗完之后 它就會行動 大家看看這頂是比較大一點 新的頂是大一點的 但我比較喜歡這色液�렛 因為它比較大一點 灰然後黑 這個就 有牌子顏呢 所有 arrows 因為它是大一點 灰灰黑黑的 這個就補藍色 我覺得這個顏色蠻漂亮的 好啦 今天的介紹呢 也不是介紹 今天的紀錄片就到這裡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今天的影片